快醒醒,今天是驱蟲日 周周也要去,快出来 快上车 因为皮肝瘦肉周很害怕来医院 所以这次我是来学习的 以后可以在家里驱蟲啦 首先我们要找到猫咪后脑勺的位置 轻轻地将毛剥开 在露出肉肉的地方 用点涂的方式均匀地涂上药水 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就是点涂的位置不要超过猫咪肩胛骨的位置 因为猫咪身体很柔软 舔到药水就不好了 不过必要的时候 可以带上伊丽莎白圈 这样更稳妥哦 不出门的猫咪是否可以减少驱蟲次数呢 医生的回答是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主人会经常外出 很有可能带回寄生虫卵 并且像跳蚤一类的寄生虫 移动速度很快 我们肉眼很难发现 一般的驱蟲药要稍微一个月 所以建议还是每月定时驱蟲是最好的 我们都知道驱蟲后不要洗澡 那驱蟲前呢 当然最好不要啦 因为猫猫洗澡后 体表上的皮脂线都被洗干净了 不利于驱蟲药水的吸收和扣散 最好不要在洗澡前后三天内用药 你干吗 好多好 像中断何洁都被洗澡 大家让保存下 来啊 然后这个 another 里面 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